这是一只大象 因为生活在亚洲 所以被称为亚洲象 世界上现存三种大象 除了亚洲象以外 还有生活在非洲的非洲象 和非洲森林象 亚洲象性格温顺又和善 还聪明 很少有攻击性的行为 发情期的攻向除外 但是已经这样一对比 是不是就显得温顺了很多 因此在很早很早以前 人们就开始训练亚洲象 让他们打仗 兼职当做棋 搬运重物 伐木 干农活等等 很多亚洲象 就这样开始沦为了工作象 有的时候想想 性格野一点也挺好的 而非洲象不同 他们的脾气相对来说 就比较暴躁 可以理解的吗 草原上如此凶险 动物们个个都这么暴躁这么卷 性格不野一点 如何立足 虽然亚洲象性格温顺 但是他们却非常记仇 亚洲象嗅觉灵敏 记忆力超出我们的想象 能够辨识出很多人和动物 如果你伤害了他们 他们会牢牢记住你 并对你进行 精准的打击报复 有的亚洲象 甚至会记仇一辈子 当然 受过的恩惠 他们也一样不会忘记 亚洲象和非洲象 非常好区分 亚洲象 体型比非洲象小一些 额头上有两个龙起的包 背部中间比较高 而非洲象 额头扁平 腰比较高 另外 非洲象耳朵 也比亚洲象大很多 谁让草原上热呢 更大的耳朵 有利于更好的散热 还能够赶走周围的蚊虫 亚洲象 只有公象有长长的象牙 母象的象牙 非常短小 甚至从外面都看不到 而非洲象 不管公象还是母象 都有长长的象牙 大象的鼻子作用非常大 闻气味 吃饭 喝水 洗澡 交流感情 控制物体 样样都离不开它 它们鼻子里布满了神经末梢 特别灵敏 几公里以外的雨水 甚至都能够嗅得到 大象鼻端有两个凸起 这个凸起 可以方便大象捏起各种小东西 不过不同的是 非洲象上下有两个鼻凸 而亚洲象 鼻端看起来只有一个鼻凸 还有一个鼻凸 后翻卷到了后面 这样它就还可以灵活地 从后面挽住东西 大象是以家族形式群居的动物 带队的通常都是经验丰富的母象 小公象长得大约14岁后 就会离开象群 它可以选择独自生活 也可以选择 跟其他几头单身汉一起生活 哥们儿 喝两杯 大象是非常重感情的动物 如果关系好的亲人同伴去世 它们还会围在一起 给死去的象 伴追到会 甚至路上碰到同伴的尸骨 它们也会停下来 抚摸哀悼 唉 可怜的孩子 它还欠我五串香蕉 大象的平均寿命可达60到70岁 我六年才生一次 怀孕时间会长达18到22个月 大象一胎只生一个宝宝 如果足够幸运的话 还能生出双胞胎宝宝 大象汗腺很少 所以它们非常喜欢洗澡 下来吧 水彩到胸口 非洲象还喜欢在泥中打滚 因为草原上太阳毒辣 这些泥浆可以充当防晒霜 保护它们的皮肤 还能防止蚊虫叮咬 去除寄生虫 还有 大象并不是站着睡觉的 它们喜欢集体躺尸 一万年前 世界上都还有大约10种大象 现在就只剩下了3种 它们的生活也并不乐观 早期人类的裂捕 环境气候的改变 再加上人类的发展 对亚洲象生活空间的不断压缩 上周时期 曾广泛生活在我国黄河以南 大部分地区的亚洲象 现在只分布在云南南部的 几个地区的小片森林里 我国野生亚洲象的数量 也大约只有300头左右 亚洲象并不喜欢单纯的森林 因为树太多 地面缺少光照 导致植物生长缓慢 自然就舔不饱肚子 于是呢 一些亚洲象 就被附近农民种植和储存的食物所吸引 大象成群来到田地里吃农作物 人们无可奈何 开始驱赶大象 亚洲象返回来报复攻击人类 人像冲突就产生了 这并不是大家所希望看到的 为了缓解这种冲突 人们也想出了各种办法 既要保护亚洲象 也要保护人们的财产和安全 但这是一份非常复杂且艰难的工作 人们也依然不断在探索和尝试 我是花小落 我的梦想 是成为一名博学的花扎 我给大家看到的 歌功者在工作 一轮值一个词